佛子弟听 受菩萨戒钱的熏悉 问 弟子与法友最近皆发心求受菩萨戒 弟子近已年于六十 深感生命流逝 时间渐少 身为三宝弟子 若不随份手持戒法 实在太亏对佛菩萨 以及自己这期生命的人生狭满了 内心一直耿耿于怀的副戒 需要能尽早完成 请问师父有比较完整的参考资料吗? 法师达常常听到有许多五戒居士 因为知道菩萨戒的戒条很多 担心犯戒而一直不敢去受戒 其实能够如此尊重戒律 守护戒体 不把受戒当儿戏的这份用心是非常好的 然而 菩萨戒除了注重开遮殖饭 忏悔环境 其实更注重发心 注重精神 如果参考相关经论 会发现到 菩萨戒如果要开展的话 其实是无量无边的 从三具境界的大纲领 开展为十重界 再由十重开展出清界 再由清界开展出八万四千 无量无边界 菩萨因落本夜经说 一切菩萨凡圣戒 尽心为体 事故心意尽 戒意尽 心无尽故 戒意无尽 这里所说的心 是就着人人本具 不分凡圣的真如 佛性而言 因此 经文接着又说 顺低异地起 明善 被低异地起 明获 严格来说 菩萨戒是以低异地为基准点 由此分派善与恶 因此 随着菩萨不同阶段 目标也不同 身为出发心凡夫菩萨 大可不需要一下子 就用高标准要求自己 反而果足不前 适得其反 当然 如果时间心力都足够 最好能够把很威信的部分好好钻研 持守 但是如果没太多生命 那就要掌握提刚窃灵 把最重要的精神抓住 太过于在枝末上计较 到最后反而失去精神 甚至有的害怕自己持不好 干脆不受也罢 这样就太太太可惜了 能够遇到菩萨戒法 如果一辈子都不受菩萨戒 那真的是 入宝山而空手会 不管修什么法门 下辈子打算发愿去哪里 菩萨戒是迟早一定要受的 受菩萨戒前 最好先把开遮驰饭通团熏席过一次 其中李源静居士编的饭网金菩萨戒本会节算是非常完整 可先选一本 作为自己的主要底本 往后广学才会有依据 如果要详细了解开遮驰饭 建议可听听音法师的 搭配菩萨戒的发心精神 推荐可听大行法师的 能够两者都熏习过 当然是更好 再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思维 大概就可以掌握十之八九了 还有 受戒前 也推荐听到正法师讲的信心扎根 菩萨戒本经白话前述 讲得非常精彩 当然 这只是个人经验所推荐 每位大德都各有特色 都值得广学而收摄成为自己的宝藏 与一切曾经 宪政 未来打算受戒的菩萨佛子们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